现在就有嫌疑人在观察着附近的环境 看屋内有没有人住 看到没有人住之后 他就回去拿工具来准备窍门 他们三个人有个很重要的特征 是三个都穿了红色的鞋子 这也是我们破案的一个突破点 他们一般都是会挑一些菜场周边的一些老房子 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老房子都是一些外省人在那里住的 白天都没有在家里的 离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